在江苏淮安东南部 有一个名叫车桥的小镇 抗日战争时期 这里作为联系苏中 苏北 淮南 淮北四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枢纽 一度成为新四军与日军争相夺取的军事重地 为了强化四大战略区之间的联系 打破苏中区敌我相持的局面 降低日伪军对苏中区的控制 车桥这一战可以说是势在必行 面对这个情况 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的素裕 会有什么打 再来说一个小镇 第二师师长的素装 还有要散 sept帖 我会有什么尽管 时候让你再给你 转称 我觉得 没有 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风和部队整讯 做好迎接大反攻的准备 素玉在会议上提出建议 进行一次新的战役 创建一块稳定的根据地 接着素玉一口气讲了十多分钟 对当时苏中敌我形势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分析 将种种不利的因素说给大家听 然后停顿了片刻 他突然挥动着有力的拳头 语气坚定地说道 同志们 虽然眼下情况不容乐观 但我们还是有信心 有能力 改变这种不理想的状态 改变现状靠什么呢 就是靠打胜仗 并且是打比较大的胜仗 素玉的讲话极大的鼓舞了大家 马上便有人接过素玉的话茬说 素玉师长说得对 由于部队和日伟军长期处于拉锯战状态 我们区党校连个固定的校纸都没有 常常是今天搬到这里 明天搬到那里 这样天天折腾 党员们如何安心学习 新死军第一师副师长叶飞 也跟着表示赞同地说道 抗日的大好形势不是敌人送给我们的 而是靠我们打出来的 叶飞认为 要改变苏中的被动局面 必须看准时机 积极主动地进攻 发起一场新的战斗的建议 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同意 可是战斗地点要选择在哪里呢 大家将目光再次投向素玉 只见他拿着一根竹棒 在一张铺开的地图上来回移动 最终在车桥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车桥位于江苏淮安东南部 坐落在建河两岸 因河道上有五座桥梁 俯瞰全镇形如车字 而得名车桥 1943年春 日伪军大举扫荡 进攻到车桥时 原国民党江苏省主席 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 不战自愧 导致几十个村镇数十万同胞 沦陷于日伪军的铁蹄之下 抗日战争时期 车桥处于有利位置 是联系苏中 苏北 淮南 淮北 四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枢纽 如果能够成功地拔除 以车桥为中心的敌具点 就能够胜利地打通苏中 苏北 淮南 淮北 这四个地区之间的战略联系 苏域的意图和目标 大家心领神会 然而日伪军长期以来 盘踞车桥 不仅在这里架设了铁丝网 加住了多座碉堡 还在四周修筑了 高约两丈的土围墙 及宽约1.5丈的外城毫 在日军看来 车桥已经是一个固若金汤 无法撼动的巨型堡垒 他们甚至曾叫嚣 若新四军打下车桥 日军便自动退出华中 这样的车桥 对于新四军来说 无疑是一块南啃的硬骨头 看着地图 大家陷入了沉思 苏玉见此情况 连忙说道 我这里有一个办法 原来为了能够一举拿下车桥 苏玉想出了一个掏心战术 那么这个作战方案 究竟有什么巧妙之处呢 苏玉又为此做过哪些准备 那天 就像我说的 一块儿 一块儿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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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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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四军第一师最终确定了 先打车桥后取经口的作战方案 并集中五个多团的兵力 组成了三个纵队 决定采用工程打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 夺取车桥及其周围地区 整场战役由素育统领全局 叶飞负责战场指挥 由于这场战役时间紧 任务重 在完成编组划分后 战士们很快便投入到训练当中 大家争分夺秒 夜以继日地练习各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分钟 第七团便突破成为攻入镇内 经过激烈战斗至当日晚上 南北土围内的敌人被全部歼灭 车桥内的碉堡也陆续被新四军攻克 在这场战役中 新四军第一师的战士们英勇顽强 舍生忘死 由53位同志光荣现身 共歼灭日军大佐及以下460余人 伪军500余人 摧毁碉堡50余座 收复了多处敌尾据点 解放了淮安保应以东的大片地区 车桥战役的胜利 不仅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根据地 打乱了日伪军清香计划 也实现了苏中形势的根本转变 使得新四军对日军作战 由被动转为主动 由防御转入局部战略反攻阶段 揭开了华中敌后战场反攻的序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